参加成年礼的礼生们 用大同区公所准备的香氛按摩精油 为辛苦抚育自己的爸妈按摩双手 表达感谢之意 场面温馨感人 113年大同区公所成年礼活动 在永乐广场举办 适逢成皇爷诞辰前夕 特别恭请成皇老爷 祝福即将步入成年的礼生们平安长大 我75岁还没有长大 所以这个成年礼给我们的感动 其实不是说你长大 他妈当大人现在不是 是要你顾着父母的路程 知道路是这样走 我们刚才在转那里就有那种感觉 为什么要怎么摸到 我叫他大家放在这里就好了 要你感受到团结才有办法 把那个收拖转转 还要告诉你 男生你穿头穿 我们女生来穿后面 如果有用要当时的 我们女生比以前在后面 都不管 但是就是看出合作的力量 主办单位大同区公所还准备了五千元现金红包 智慧型手表 无线蓝牙耳机等好礼作为抽奖彩蛋 为成年礼活动增添更多惊喜 并且与大道成街区店家合作文化兑换卷 让参加者体验在地产业文化 另外现场还安排精彩歌唱表演 精油按摩孝青仪式 以及成年盛典等活动 带给李生与家长温馨愉快的亲子时光 刚吴文杰讲到一个重点 在爸爸妈妈的心里 我们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但是成年礼对我来说会是什么呢 我相信在场有很多的年轻朋友 最近应该很喜欢检测 我们的16型人格MBTI 对不对 MBTI为什么要去检测 检测的目的是自我察觉 所以对我来说成年礼 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 但是成年的那一刻开始 就是自我察觉的开始 我们在16 17 18岁之前 都是我们周边的老师 我们的家长 我们的朋友 给我们非常多的教育 学习很多不同的知识 但是成年的这一刻 我们要开始好好学习 如何自我察觉 大同区公所希望透过举办成年礼活动 与大家共同见证 并欢庆孩子们睡变的重要时刻 并借由成皇爷的祝福加持 让成年礼活动充满神圣的意义 也为礼生们登大廊的时刻 增添平安与喜悦 记者林习惠 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